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照封面加上台湾字样彰显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 第二次重大改变在马英主政府时期 两将08年12月29号新发行的金片护照 金片护照又多重防伪设计安全又便利 这次蔡英文政府在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全球时 为了避免国人旅外被与中国混淆 所以把护照封面台湾字样加大 再把Republic of China缩小加在国徽外围 预计2021年1月换发 中华民国护照耗用程度世界闻名 目前获得170个国家及地区 给予弱地签或电子签证等便利措施 其中112个国家与地区 更给予台湾免签证待遇 这里中心配备报道